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支长征队伍里 具有一个骑着枣红色螺子的特殊人物 他就是原国民党香乐川前 剿北第一重队司令 兼第四十一师中将师长张震汉 而这个张震汉 他是1898年在江苏同山出生 随后在保定军校学习 等到1924年的时候 就开始到奉军任职 在这段期间里 他还跟着徐树正参加过与外蒙古谈判的事件 随后又跟着部队一起去北伐 直到1931年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中将军衔 担任师长一职 随后在1934年十月的时候 蒋介石就派出张震汉 带着武器装备精良的部队 开始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而在这段期间 张震汉揭灭了不少红军 甚至还吼出狂言 要活捉此次红军的领导人贺龙 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时候 在1935年6月发生了 他带着自己的一个师 以及黄伯涛的一个人 不幸被恶龙用计 在中宝一带给围了起来 而黄伯涛见状就直接逃跑了 只留下张震汉的部队 与红军一直抗衡 可是由于红军率先发动攻势 使得他部队的电台 直接就被毁掉了 让四千余明战士死掉 就连他本人身上也中了好几枪 正当他准备自杀的时候 最终被参谋给拦了下来 这才使得他成了俘虏 就在他被抓以后 以为红军会杀了的时候 赫龙放话不仅没杀他 还找人为他处理身上的枪伤 这一下子让张震汉对红军有了全新的认识 等到他伤好了以后 就打算回家不再任职 赫龙就说出了 他此次任务失败 蒋介石是不会放过他的 随后希望他可以留在红军之中 毕竟他是炮兵的人才 最终在多人本开岛之下 他才最终留了下来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蒋介石竟就派出二十万兵力 前来围剿红军 赫龙就召集众将士 前来商讨转意的事宜 并特意将张震汉也请了过来 张震汉凭借着多年与红军的作战 对这支部队已经非常熟悉 就建议部队不应该从北边转移 要从南边国军军力最弱的地方出围 随后又将国军的兵力不防图 详细地描述了出来 这才最终使得红军从包围圈中跳了出来 蒋介石知道是他的谋划后 气的就是直骂人 在随后攻打龙山县的时候 靠着他精湛的炮兵技术 才将坚固的城墙打出缺口 为红军增添新功 等到过金沙江逃避追兵的时候 也是在他的建议下 江山中的竹子扎成竹筏 还教会战士们独特的捆法 这才使得法子异常坚固 这才使得红军没有被歼灭 这次直接就记得蒋介石 要下令将其抓起来 等到红军成功会师以后 他就开始了自己 教授炮兵学员的艰巨任务 返回 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